如今的加沙围城堪称是人间炼狱 位于南部的卡迈勒阿德万医院 再传出了不堪重负 住院幼童病重却被迫转移的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一支团队 星期一就紧急转移了两名病重的幼童 他们只有六岁 其中一个人囊性纤维化 在家急性营养不良 另外一个人则是白血病患者 之前的浪败养不良 而且伤害病患者的病患者 在浪败养时发生了 在浪败养和消息的彩虾 有关的藥物和藥物 这些不必有的东西 但是浪败养时发生了 这些人发生了很小伤害 然后就有足够病患者 我以前是病患者的病患者 我们在伊斯莱里做的工夫 我的女儿最初感觉很酷 但是后一段时间 我们在伊斯莱里的医疗 也会被冒养了 物资匮乏加上医药短缺 两名年幼的病重幼童将会由南到北 先转移到一座国际医疗队的临时野战医院 然后再随同部分的家属到埃及落脚 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卡迈勒阿德万医院的工作人员 还有孩子们的家人 已经多次的呼吁国际社会 迅速帮忙撤离病重的小孩 世卫上个月就警告 加沙地带90%的5岁以下儿童 都罹患一种或是多种的传染病 其中70%的儿童 过去两个星期曾经出现了腹泻的症状 比尾巴开战前增加了23倍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